我们回来了,真是太令人兴奋了 一会儿,我们会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故事 谈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哪里 让大家看到,对于想做一些事情的任何人来说 这个生意都是敞开大门的 在开始之前,我首先想告诉你们的是 你们现在正身处于一个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道师团队当中 再一次感谢耶格家族邀请我们来到这里 不管什么时候,当你被邀请去给其他组织讲话 你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混淆听众 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想做成一件事情有许许多多的方法 但是你们会发现,无论哪个国家和市场 无论哪个团队,这个生意里有着一些原则是相通的 成功法则从来不会改变,的确如此 但是从操作过程来说,要达成同一个目标 有着许多不同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你们要和你们的领导人和导师团队团结在一起 你们一定不希望自己的生意成为每月一个新主义俱乐部的试验品吧 在这个生意里,团结统一比找到一个做事情的完美方法更重要 因为一旦人们困惑,就不会行动 但是一旦团结起来,人们就会兴奋 他们清晰的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 我们希望你们能真诚的手拉手 心连心的仅仅与你们的导师团队连接 一旦领导人发出指令,你们马上就出去比赛 今天晚上,先由珍妮开始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故事 说实在的,这肯定不是世界上最有趣的故事 我们是世界上最普通的人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故事是这个系统,这个团队的最好历程 下面,有请珍妮 说实话,我觉得这样在台上讲自己的故事挺尴尬的 好像你只知道说自己的事情那样 但是,当你回首这段历程,你会发现 其实,正是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挣扎和经历 给了你继续坚持的信念 它给了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做到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感叹到 别人是多么多么聪明,多么吓人 我们怀疑自己能否做到和他们一样 刚开始这个生意的头六个月 我绞尽脑汁去寻找 不用和人们说话,就做成这个生意的方法 在人们面前说话,是我最大的恐惧 你问我的父母和朋友,他们都会告诉你 我并不是一个害羞的人 但是,一旦要在人们面前说话,或者是讲解 我就感觉很恶心 我的双腿会颤抖 三年前,如果让我站在这里讲话 台下的人就会看到我的腿在发抖 今天我成为这个样子,完全是系统的功劳 千真万确的 如果你们此时也在怀疑自己是否做到 相信我吧,你们是可以做到的 说实话,当我这样想 当我怀疑自己能否做到 这大大超出了自己的舒适区 这个时候,我发现 我关注的焦点全都集中在自己身上 如果我把目光从自己身上移开 去关注其他人 去想想能够为别人做些什么的时候 一切都会变得容易得多 这就是我们今晚要做的事情 我向各位保证 我们的故事不会是多么有趣 所以我只会简略地说一说 当然一路上也有着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 乔丹和我都出生和成长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的兰开县 我父母都是全职上班族 他们给我灌输了一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我一直觉得 我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因为她一边全职上班 一边照顾我们 我和我弟弟参加了很多体育运动 我母亲都会陪着我 她从来没有错过我的任何比赛 她把一切都照顾得很周到 我的父母都非常棒 他们总是告诉我 我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只要我用心去做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到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乔丹和我都成长在非常积极的环境里 我们两人都上了大学 乔丹在大学拿到奖学金 并且参加了摔跤队 她是整个摔跤队的大脑 是摔跤队队长 在高中 她也是学校足球队和摔跤队的队长 所以她一直是一个胜利者 摔跤运动员都有着一种非常强烈的职业道德 参与过这个运动的人肯定明白 这种运动需要很多的自律 乔丹经常拿这个生意和摔跤相比 两者是很类似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打曲棍球 我决定上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它是一所古典的学校 我在那里度过了我生命中最好的四年 我更多的认识了自己 更多的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事情 学会如何把自己推到一个自己几乎认为不可能去到的地步 这些对我们做这个生意帮助很大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的经历 无论好坏都为你发展这个生意而塑造和打造你 你们经历了一些挣扎和困难 证明了你们是可以克服困难 坚持下来的 乔丹和我的相遇十分有趣 他的朋友们都很喜欢这个故事 乔丹当时是一个高中体育老师 我当时正在那所高中读书 这样说起来感觉怪怪的 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他在那所学校当教练 我上高三准备考大学 当时我们的交往不太多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回到了那个高中 当时是圣诞节假期 我们又见面了 一起和一些朋友出去玩 第二天我们一起参加了圣诞晚会 此后就再也没有分开过 你们也许也是这样认识自己的另一半的 世界上很多事情的发生 都是这样毫不起眼 当初差一点就错过彼此了 对于我们来说 我上了大学三年后才回到高中 恰好碰到乔丹 真是一不小心就错过了 我觉得这个生意也是这样 别人只给我们讲过一次 四年来 只有一个人开口和我们谈了这个生意 戏剧性的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不然的话 我肯定还在上班 他也肯定还在上班 我们还得为自己的职业生涯 发愁三四十年呢 这个生意在最好的时刻走进我们的生命 乔丹当时正考虑去读研究生 他已经当了六年教练了 他知道自己不太可能像自己的父亲一样 再教书三十年 他觉得六年的高中教练生涯已经够了 因为学校体制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另一个很大的理由是财务 他看见自己的父亲在教育事业上 倾注了三十二年的心血 退休以后 还得每个月打两份散工 来维持日常生活开支 支付每个月的账单 我们开始看到这样的现实 不仅从乔丹的父亲身上 还从我们父母 以及他们的同龄人身上 看到这样的现实 这样的生活 我们一点也不想过 我们看到自己的父母 如此辛勤工作 如此长时间 以为自己将来有一天退休了 能够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或者一些推迟了很久 等待了很久的事情 然而 现实却与此完全不沾边 所以乔丹和我开始严肃地思考 我们的生活 以后要如何发展 当我们看到这个生意的时候 我们结婚还不到一年 就已经开始被生活感的疲于奔命了 这都是大实话 他白天上班 我也去上班 晚上回到家 是他一天的休息时间 因为他整天要和各种各样的人 打交道 做教练 很大的压力 他就会去玩一种电脑游戏 我们当时结婚才八九个月 他每天回到家 就只想着玩电脑游戏 一玩就是两三个小时 有些男孩女孩能理解这种情形 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游戏 甚至有一些游戏 是你一边做运动 也可以一边玩的 但当时 只有那种连着电视的游戏 他会坐在沙发上 连续几个小时地玩足球赛 一个赛季 接着一个赛季地玩 不玩出完美的赛季 他就不罢休 所以 你们可以想象 他得玩几个小时 当时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我们当时还背着 至少三万美元的债务 我们想 这很正常啊 所有的朋友也是这样 这就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当你想买东西 刷卡就行了 能够买得起某样东西的意思 其实是说 能够付得起分期付款 而不是有没有足够的现金 我们的领导人 常常会开乔丹的玩笑 因为他不喜欢电脑游戏 他总是坐不住 总是想做一些事情 所以他不能理解 为什么乔丹可以花几个小时 坐在那里玩游戏 我们有一把 又大又舒服的红色软电的椅子 那是乔丹玩游戏的宝座 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称为 价值五万美元的椅子 不是因为这把椅子 只五万美元 而是因为 每次乔丹坐在上面玩游戏 我们就会损失五万美元 现在我们每次看到那张椅子 还会笑 他提醒我们要出去工作 不要永远坐在那把椅子上 在我们加入生意的一两个月前 有个女孩接触过乔丹 乔丹当时忙着当教练 教足球和摔跤 忙得一塌糊涂 所以当那个女孩 向乔丹提起这个生意的时候 她完全没有领会到 到今天 她完全记不清 当时那个女孩和她说了什么 有没有邀请我们参加什么聚会等等 她忘得一干二净 所以我就更没听说过了 那个女孩后来去参加一个周末聚会 大概是2002年春天的事情 那次周末聚会 极大的建立了她的信念 她看见了别人的坚定信念 回来以后 她的眼睛闪闪发光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样一种眼神 她回来以后和我谈起这件事情 我完全搞不懂她在说什么 但是我知道她为一些事情而兴奋 我知道她为某些事情而充满激情 她一个劲地说着 约翰克劳夫妇和他们在海边的别墅 他们不用上班等等 这些在我听起来是那么遥不可及 当时我才刚刚大学毕业 刚刚结婚 工作了六七个月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我喜欢梦想 我总是会想象这样那样的事情 这样多酷啊 那样多酷啊 或者能拥有一幢海边别墅多好啊等等 我们结婚之后 乔丹立刻把自己的梦想缩小为 与自己的收入相衬的样子 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这样多可悲啊 我们只不过二十几岁 却已经开始限制自己的思维 以为自己不可能拥有那样的东西 并且出于某些理由 我们以为别人更值得拥有那些东西 我们在思想上认定了 我们永远不可能拥有那些东西 反正我从女孩的眼睛中 看到了她的梦想 回家以后 我把她告诉我的信息 全都收给乔丹听 她觉得我是一派胡言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我比她小四岁 她对我说 珍妮 你太幼稚了 你被人利用了 不管她对你说了什么 我们不要去做 忘记她说的话吧 我继续求她 继续跟她磨 我说 在一个叫做哈里斯堡的地方 有一个聚会 那里离我们家大约有五十公里 聚会安排在星期二晚上 一说到这儿 她就一口回绝 在她雷打不动玩电脑游戏的星期二晚上 要让她开车五十公里去参加聚会 简直比拉牛上树还难 然后我说 我们去认识一下那些人吧 你可能会想到一些我想不到的事情 说不定你会喜欢上那群人呢 这样说 她勉强答应了 于是我们就去了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领导人 她再过四个星期就要退休了 她是个中学体育教师 但是乔丹当时的思想完全封闭 她根本没有想去了解信息 对会上说的事情充满怀疑 她只想快点离开那里回家 后来我们遇到了一对夫妇 妻子是一所大学的曲棍球运动员 我和她马上就聊开了 我们开始谈曲棍球 不知不觉的 他们和我约好 在下一个星期六 他们来我们家做一次聚会 不用说在回家的路上 乔丹和我一直在争论 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吃的东西 我们回家的路上 感到又饿又渴 尽管乔丹嘴里在说 我们才不要做这个生意呢 当她吃到这些产品的时候 还是大声地说 味道真好 她很喜欢这些产品 当我告诉她说 他们周六要来我们家时 她说 你一定是和我开玩笑吧 他们住在弗吉尼亚州 要一路开车过来 只是为了和我们坐坐 她非常生气 那个星期六 刚好是全国橄榄球 大联盟的新秀选拔日 你们可以想象 这个时间真的不是特别好 我绝对不是开玩笑 当时乔丹坐在她那把 五万美元的椅子上 翘着二郎腿 看着全国橄榄球 大联盟的新秀选拔 而那对夫妇 从弗吉尼亚州 开了两个半小时车过来 他们回答了我们所有的问题 乔丹的态度是如此消极 没有关掉电视机 时不时发表一些负面言论 他问的问题 一点意义也没有 因为他没有认真听这对夫妇说话 他只是不想让他们逗留在我们家 但是我却很喜欢这对夫妇 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他们简直是最完美的一对夫妇 他们没有让乔丹关掉电视机 他们非常耐心地回答我们的每一个问题 我很喜欢他们 他们离开的时候 我又和他们约定了下一个聚会 这一回乔丹就更嚷嚷了 我真不敢相信 这些人都是傻瓜 他们开两个半小时的车 来回五个小时 只是为了和我们坐下谈一谈 当然 他们又来到我们的家 那一次 乔丹突然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突然变得很热情好客 他的表现一点也不像他了 因为他的脑子里认定了我们不会做这个生意 他们是来浪费时间的 但是不久 他就开始喜欢他们了 因为他们没有一丁点让人不喜欢的地方 他们非常善良 非常真诚 他们有目标 很坚定地去实现目标 这是乔丹最敬佩和尊敬的品质 你能够看出来 他们将来一定会成功的 后来乔丹打开了自己的思想 也带着一些怀疑 一开始 他的思想是完全封闭的 他认定的事情 你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 我想 乔丹真正担心的是 他做事情会百分百付出 他认为一旦开始了某件事情 你就得把它做完 他担忧的事情是 他在做教练 当老师 现在又要去到一个全新的领域 做那么多事情 到底能不能取得自己想要的成功呢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在两三个星期之内 他就百分百地投入进来 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有人需要几个星期 几个月 甚至需要一年才能全情投入 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坚持不懈的故事 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他知道 如果我和一些成功的人交往 这里面一定会有文章 一旦我们开始了 我们就全身心投入 乔丹说 如果我们决定要做这个生意 我们就一定要做好 我们不会蜻蜓点水地做 不会把脚伸进水里 试试水温再说 我们要听所有的CD 他们让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去做什么 我们订购每月的新CD 因为我们渴望接受教育 说到CD 我想到了另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花了不少时间让乔丹听CD 开始听CD的时候 我非常兴奋 我一边听CD一边做笔记 而乔丹觉得我是不是有毛病 他完全不能理解 于是我带一些CD回家 后来他终于开始听CD了 但是要一边玩电脑游戏 一边听CD 我还是让他按照他的步伐来听 几个星期以后 他就投入进来了 这是很令人兴奋的 我们参加以后 领导人告诉我们 只管去做 搞得一塌糊涂 也没有问题 在头两个月 我们推荐了七个人 我们没有做什么人口分析 也不是最聪明最能干的人 只是听领导人的 只管去工作 制造一堆麻烦 他们会帮我们收拾的 我们非常兴奋 当我们也遇到了 你们也会遇到的阻力 这来自我们的家庭 来自乔丹的哥哥 他的哥哥当时29岁 比他大几岁 居然还和父母住在一起 他批评乔丹想利用他 他一分钱也没有 我们只是想和他分享这个生意 我们认为他应该需要这个生意 有时候 你会遇到 有些特别需要这个生意的人 但是他们却看都不愿意看一眼 老实说 我们一点生意背景也没有 没有可信度 我们只是持续不断的工作 现在回过头来 我们看看那些 我们四年前交谈过的人 有些人已经换了三四次工作 有些人的婚姻生活已经破裂 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 我们真庆幸 自己当初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 因为我们的生活 如今已经很不一样了 我们希望这些人将来能改变主意 再看看这个生意 现在我们还有另一群好朋友 我们志同道合 他们是我们的生意伙伴 我们的领导人 旁族的伙伴等等 我们会和他们一起度过此生 我们会相互帮助 这就更令人兴奋了 接下来 我很快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三个直系组是怎么得来的 其中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 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阶段 乔丹不是那种等着领导人来讲每一个计划 或者帮助我们跟进每一个人的那种人 我们经常出去工作 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生意 我们不想把生意发展寄托在别人身上 下面我告诉各位 我们的三个直系组是怎么来的 第一个组是乔丹和他以前交过的一个学生交谈之后发展起来的 现在这个孩子还有一个月就要大学毕业了 他是学校摔交队队员 他介绍了另一个学校摔交队队员 那个小伙子没有做什么事情 他当时忙着比赛 只不过是一个19、20岁的大学生 不是我们想找的那种类型 我们本来想找拥有稳定收入的夫妇 但是我们当时只是认识这些小男孩 他们很兴奋 一下子着火了似的 虽然在那个时候 大学摔交队的队员还不能积极发展这个生意 我很难想象作为一个专业运动员 哪里有时间去发展这个生意 但是有些人还是找到了方法 真是令人难以想象 这对夫妇参加已经有三年了 他们是我们目前为止最大的组 这是一个Q12的直系组 看到事情究竟怎么来的 真的觉得很神奇 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认识一个人 再认识一个人 再认识一个人 把你带去另一个州 然后你就建立了庞大的生意 还有一个女孩子 也是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毕业的 单身女孩 她一直对这个生意很感兴趣 但是当时她在上大学 压力很大 有很多毕业找工作之类的事情干扰她 后来她给我们打电话开始起步 现在在她住的城市 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很大的小组 我常常在想 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坚持下来 会是怎样 如果我们当时放弃了 会是怎样 有些人会回来找我们的 你永远都不知道 你拨的种子什么时候发芽 它们也许一个月 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以后 会回来找你 但是最终 它们会回来找你的 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我们的第二个组 其实是我从以前的一个女同事开始的 她白天上班 晚上做着一份餐厅服务员的兼职 为了赚钱支付日常开支 这个生意在最好的时候 走进了她的生活 因为她和她先生正在寻找机会 她们生活并不开心 她早出晚归 她丈夫也是很晚才回家 她们很少有时间待在一起 而她们还是新婚 她们成为我们另一个Q12直系组 第三个组 也是从乔丹在高中教过的一个学生开始的 男孩是大学篮球队的 他今年23岁 他的女朋友今年22岁 他也是一个篮球运动员 她们成了我们另一个Q12小组 谁都想不到 她们俩能脱颖而出 她们两个都是从19岁开始这个生意的 当她们的朋友在忙着参加各种各样派对 想着周末去哪里玩的时候 谁能想到 她们却在参加像今天这样的聚会呢 我很难想象 她的朋友是如何泼她冷水的 你简直疯了 你做什么生意啊 你还这么年轻 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出去玩呢 然而一年半以后 她们就获得了财务自由 她们只有23、24岁 这么年轻真是太美好了 而她们的朋友 此时此刻却正为了找工作而发愁呢 她熬过了所有的负面影响 她的朋友给她泼的所有冷水 有时候 有些话是很伤人的 她很可能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想着 我放弃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间 真的值得吗 我本来可以出去尽情玩耍的 而现在却要做这些事情 然而 现在如果你问她这个问题 她会告诉你 那是我做过的最好的决定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里 那是乔丹讲的第一个计划 我们两个人都非常兴奋 开着车去到很远的地方讲计划 我们复制我们领导人的做法 他们出门的时候总是带上他们的两条小狗 因为他们通常会开车开得很远 在讲计划的时候 他们会让小狗待在车里 打开车里的空调 讲完计划以后再开车回去 于是 我们也养了一条狗 大概60斤的样子 相当大的一条狗 我们到哪里都带着它 我们觉得 既然我们的领导人这么做 我们也要这么做 我们给他买了一根牛排 放在房子外面的地上 让他自己玩 就好像我们是去好朋友家串门似的 这是夏天的时候 我们也不想让他待在车里 这是一个大学生的宿舍 房子的后面 有两个男生喝着啤酒 穿着拖鞋 抽着烟 看到他们 我暗暗吃惊 我才从学校毕业两三年 已经很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了 我想 天哪 这些大学生在做什么 星期六一大早起来就喝酒 怎么回事啊 然后我们进了房子 这是一个男生宿舍 我想肯定几个月没有打扫过了 我相信 头一天晚上 他们肯定开了派对 因为地上都是食品盒子和一拉罐 气味难闻极了 我们走进去 乔丹架起白板 做讲计划的准备工作 清理桌子 把东西都推到一边等等 男生开始走过来 他们好像刚刚游完泳回来似的 穿着大短裤就过来了 他们认为穿短裤参加生意聚会 是很正常的事情 食品盒子和一拉罐撒了一地 我心里暗暗叫苦 这一切太荒谬了 我不敢相信 我们居然在这样的环境里讲计划 乔丹讲计划的时候 有一个小伙子走进来 他是乔丹教过的学生 他穿着牛仔裤 没穿上衣 戴着一顶西部牛仔的帽子 他从楼上下来 他大喊一声说 我的上帝呀 这简直是 然后他就顿了 我想 要是他说了一句消极的话 房子里的其他十几个男生 肯定都没戏了 他顿了一下 接着说 这简直是太了不得了 他非常兴奋 我猜之前有人和他谈过 他像着了火一般兴奋 他后来非常了不起 努力工作了一段时间 后来他去澳大利亚学习了一年 回来的时候 银行账户里 有一万五千美元在等着他 所以 你永远都不知道 这个生意会把你带到哪里 或者你会经历什么样的疯狂聚会 但是 你要坚持去做 你要怀着一颗 服务他人的心来做 你要牢记 你是在播种 不管你当天晚上 会不会见到他发芽 都不重要 谁能够想到 我们的第一个组 来自于这样一个食品盒子 和一拉罐洒满一地 男生们穿着大短裤参加的聚会呢 这真是令人兴奋啊 也许我们并不是为做这样的聚会而兴奋 而是知道 我们必须得有故事去和人们分享 我们要大无谓地走出去 去独立做一些事情 咨询领导人 但是不要等着领导人来为你做所有事情 想到这一点 我们就很兴奋 因为我们感觉自己是真正的生意拥有人了 我们真的开始独立做事情了 希望我刚刚说的话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知道 我们并没有什么天大的困难让我们克服 你们一定有着更精彩的故事 所以 我们等不及想听到你们的故事 下面有请乔丹和各位分享 真您说 我们没有什么天大的困难需要我们克服 我觉得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 我们确实没有遇到过什么天大的困难 你们应该也差不多 一路上不会有天大的困难 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说 每一天都是克服困难的一天 你得清楚的知道 这个生意到底是一个方便的生意 还是一个承诺的生意 只有承诺的生意才会给你带来丰厚的回报 我们很幸运 我们能够找到我们可以依靠的人 他们已经取得了成功 他们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 在你们推荐县的某个地方 你们也有着这样的人 也许是直接推荐你的人 或者是你的领导人之一 反正你们是可以依靠这个人的 有一次在聚会上有个人问我 到底多少人做成这个生意了 我们那时候当然离成功相差甚远 只是四千分上下 我告诉他 说实在的 我真的不知道 你说的做成是什么意思 他说就是一年赚十万美元吧 这样的人有多少给我个确切的数字 我说我还真不知道 说实话 我也不在乎 这没什么关系 因为我和那些人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让我告诉你 我们的团队是怎么样的 我们团队里面的约翰克劳先生 在二十七岁就退休了 他做千万富翁 做了三十多年了 他帮助他的女婿在二十六岁退休 今年他的女婿三十岁 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百万富翁 他帮助了另一对夫妇二十八岁退休 这对夫妇帮助了我和我的妻子 我妻子二十五岁就退休了 我今年就能退休 三十一岁 所以我的回答是 我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做成了 但是事实是任何想做成的人都可以做成 也许这种问题不光是我们遇到 你也会遇到 你需要看着你的推荐线的某些领导人 和人们谈起他们的故事 甚至是你推荐线之外的故事 要学会运用这些故事去建立他人的信念 我们的领导人组织里有一个年轻人 他在十九岁就开始这个生意 今年二十一岁了 他的收入今年将达到六位数 他们只有二十一岁 二十一岁就有这样的成绩 真的很了不起 这种情况普遍吗 正常吗 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出去 把你遇到的每一个十九岁孩子 都推进到生意里呢 是不是所有的十九岁孩子都会做成呢 当然不是 但是如果你愿意持续不断的工作 刚刚珍妮讲过的一些故事 也会发生在你们身上 你们永远都不知道 你们最疯狂的梦想也无法预测 你们所讲的计划会在时间长河里把你带去哪里 你们永远都不知道 在你们的生意里将有什么命运向你展开 问题是你是否愿意走出去 打开那些已经存在的画面 不管你们相不相信 此刻在外面至少有六个人会成为你们直系组 当然我每天24小时 每星期七天 茶饭不思的事情是 我不知道这些人在哪里 当你在餐厅里吃午餐的时候 有人主动来和你交谈 你会想是这个人吗 这些想法让你的脑子乱成一团 但是我希望他让你足够缠绕 以便你能够开始去寻找 去看看这个生意是否适合他们 去看看他们是否愿意和你走上这个旅程 但是如果你不张嘴说话 你永远不会知道 就像珍妮说的 我们两个都生长在兰开县 那是一座很不错的城市 有很多批发商店 除了农场 奶牛厂 工厂店之外 就没有什么了 这是一个成长的好地方 我就生长在其中一个小镇 是一座非常典型的美国小镇 大概有五千人口 有一个很不错的中学 这个中学的足球队很有名 每个星期五的晚上 这个小镇就会举办足球比赛 很多人为足球比赛而疯狂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 如果你是干盗窃这一行的 你想创造盗窃的世界记录 你应该在星期五晚上去那个小镇 因为一到星期五晚上 家家户户都没有人了 足球比赛能够吸引六千人去观看 而整个小镇也才五千人 我不太擅长数字 但是我实在想不通 这样的数字是怎样得来的 这个小镇很适合孩子成长 它充满着社区互助的精神 家庭的精神 以及崇尚运动的精神 运动给了我和珍妮一种自信 它帮助我们提高自我形象 它赋予了我们自我价值 当然也创造了我们的自我认同 我不在乎我是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因为我知道有两样东西我可以控制 我的思想和我的行为 我不能控制自己有多聪明 但是我能控制自己工作多么勤奋 我们发现有很多体育运动原则 同样适用于这个生意 成长在这个小镇还有一个好处是 就算你的朋友没有什么钱 你还是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些 今天美国社会已经不太常见的美德了 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 我们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像我那样成长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像我们一样 在高中的时候就得到足够多的荣誉 你的名字也许不会出现在运动杂志的封面上 你可能也不能出现在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 但是你知道在这个生意里 最好的地方是这个生意不关心这些 它对每一个人都开放 这个生意是一个系统 如果你知道如何运用系统 你的生意就会成长 不管你黑皮肤还是白皮肤 不管你是男女老少 这个生意是一个系统 你需要学会运用系统 所以让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迄今为止 还没有在生命中取得多大的成功 得到很多的褒奖来提升自我形象 除了这个生意以外 还有什么地方更适合你开始尝试的吗 除了这个生意以外 还有什么地方能让你提升自我形象 去成长自己成就一番事业 而且还能在你的余下生命里 给你带来被动收入的呢 如果你想做好一样事情 那就去做一件能给你带来被动收入的事情吧 成为这个生意的专家吧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花一些功夫 还要提升自我形象 提升自我形象的另一个方法是行动 我不管你读了多少书 我不管你听了多少CD 如果你只是做了这些事情 你说这就是我的导师让我做的 他让我听CD让我读书以便提升我的自我形象 如果你只是做好这些事情而不下场比赛 你的自我形象会变得越来越糟 因为你在CD上听到的都是一些别人的成功务实 你在台上看到的都是别人的成功务实 你在书上读的都是成功的原则 但是你在内心知道你没有做到这些事情 结果你就会倒退 让我告诉各位 提升自我形象的关键是付诸行动 归根结底 我们需要行动 如果你想提升自我形象 那就多做一些事情 回到我们刚开始这个生意的时候 我的确非常怀疑 珍妮说的电脑游戏的事情是毫不夸张的 我着迷于玩电子足球比赛特别带劲 当她听CD的时候 我还对她说过 你能不能把那个破玩意关掉 我要打游戏 我就是那样的态度 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开始关注那对夫妇 因为他们对待我们的态度 他们从来没有逼过我 很多人听了珍妮的故事以后都很惊讶 哇 他们是怎么让你先生改变态度的 他们说了些什么 他们到底对他说了些什么神奇的话语 我也想知道那个神奇的方法 把每一个消极的人变成最好的IBO 不是这样的 你们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 他们向我们表现出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慢慢引起了我们的好感 他们让我们看到他们愿意服务我们 帮助我们取得成功 他们表现出来的信号是 嗨 如果你认同这个生意 很好 我们会帮助你 如果你不认同 没关系 那就下一个吧 那些想要得到你帮助的人在哪里呢 那些在生命中需要你们的人在哪里呢 美妙的地方是当他们最终和我们建立起生意关系之后 我们信任他们 喜欢他们 尊敬他们 他们没有试图让我们成为成长最快的人 没有让我们成为完美的IBO 你们知道他们怎么做的吗 他们绕过我们的工作 他们穿越我们 他们对我们非常有耐心 他们说不管你们做不做这个生意 我们都会做 我们会帮助你们拓展深度 创造一些成功 给你们梳理这个生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榜样 一段时间以后 我的开关被打开了 我内心的热情被点燃了 我意识到我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不会像父辈祖辈那样 我的祖辈工作35年 或者40年以后退休 退休以后 他的生活很安稳 每天打高尔夫 那是我的祖父 他的退休生活过得很好 但我父母的退休就没有那么好了 如果没有这个生意的话 我们的退休生活也绝对不可能是那样 我们意识到我们完全没有想象的那么成功 我们必须得忙碌起来 珍妮曾经很喜欢一辆SUV 她很想去看这辆SUV车 我说不去看 那是浪费时间 那辆车的价格是4万美元 珍妮 你还是一个适用期员工 我只是一个老师 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看一些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呢 这是多么可悲的啊 这不是那辆车的问题 车子并不重要 而是因为没有钱 我们做不了我们想做的事情 我不得不偷走他的梦想 这是多么可悲啊 他们是因为某个顾客才制造那辆车的 对吗 为什么这个顾客不是你呢 珍妮说过 我把自己的梦想缩小到了和收入相称的地步 而我还泰然接受了这种生活 觉得快乐满足 让我告诉你们吧 我们有着一个很舒服的生活 我的志向就是当一个高中教练 我想拿到宾夕法尼亚州的高中摔跤冠军 这就是我的目标 我当了六年的助理教练 已经被提名做主教练 就像在这个生意里 我也有着导师来指导我 就在我最后拿到主教练职位的那一个月 我们看到了这个生意计划 我们去参加了那个聚会 有一年的时间 我一边当教练 一边建立这个生意 我明显感觉到 如果我想在这两样事情之一取得成功的话 我就得把焦点缩小一些 我得消除一些障碍 不然的话 这两样事情我就只能表现平平了 我要把这个生意做好 这样的话 在以后很多很多年里 我就可以把我的家庭财务照顾得很好 如果我喜欢的话 我将来某个时候 我还可以再当教练 那些入不敷出 财务状况糟糕的人 像几年前的我那样 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没有目标 后来我听到一个说法 说那些中庸者都有这一个毛病 他们的目标太多了 而富人他们只有一个目标 他们目标专一 我们有一个邻居 我们的领导人到我们家讲计划的那天 我们邀请了一些朋友来到我家 但是我没有邀请这个邻居 因为之前我跟他说 你要不要来我们家 看看我们做的生意 结果他大笑 说我知道那是什么 别人老给我说起那些事情 他是做销售的 所以我猜有人给他说过类似的生意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生意 他觉得我们这个生意很可笑 我说好吧 随便你怎么想 在我们第一个家庭聚会的第二天 他看见我 远远就朝我大喊 嘿 瞧得 你成了百万富翁了吗 从那以后我就没怎么和他说话了 我想现在我也没有必要和他说什么 他知道我们做的很不错 我们住的社区不大 大家都知道我们做的还不错 他的妻子还得上班 我的妻子早就不用上班了 也许他的妻子想上班吧 不知道 反正我的妻子不用上班了 关键是 我可不允许这样的小人摧毁我们可能得到的未来 不会让他们妨碍我们帮助其他人 问题是 你们允许吗 你们允许这样的人撕毁你们的未来吗 或者你们无论如何都会去建立 你们知道吗 这些人激发了我 当第二个人告诉我我做不成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必须做成 真的 当他们说你不可能成功的时候 我说 那好 我们走着瞧吧 你们知道 在建立这个生意的过程中 还会遇到什么困难吗 你们热切希望有的人和你们一样投入去做这个生意 你们热切希望他们和你们一起踏上这个旅途 他们却不愿意 有的人本来可以因为这个生意而改变 不仅仅是财务上的改变 你们知道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 但他们却不参与 有的人可能一开始加入你 但却不能和你一起坚持下来 在这里我对你们有一个请求 不要对你们的领导人做那样的事情 你们知道吗 我的双钻石领导人约翰克劳先生 曾经对我说过一番话 当时我们和其他三十个人在他的海边别墅玩了一天 当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看着我的眼睛 语重心长的说 如果你一年以后不能留在这个环境里 千万不要让我们爱上你啊 那是一年前的事情了 这个场景真的很感人 让我很震撼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知道 我想和这群人待在一起 我想得到他们的尊重 这样做很值得 有一个叫曼迪的朋友 他曾经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他试图说服我放弃这个生意 他非常聪明 是做生意的好料 他有商科学位 而我只是一个老师 我问他 嘿曼迪 你觉得这个生意怎么样 他说 不仅我不会做 我认为你也不应该做 这句话只差一点点 就把我打倒在地 再也爬不起来 他发给我一页又一页 从网上下载的负面消息 我差一点点就放弃了 我把那些资料 拿给我的领导人看 我说 你得给我讲一讲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评价 你们是不是对我隐藏了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说这个生意好 而外面的人却说它不那么好 他说 我和你说实话吧 你的那些东西 我不会负责任 我也不会为他们向你道歉 因为这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如果你愿意聆听和学习 我们就会帮助你 他说 你需要搞清楚意见和指导的差别 外面有很多人会给你建议 我的好朋友曼迪就喜欢给我建议 他身负一万七千美元的债务 讨厌他的工作 去年他换了三次工作 他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给我 却告诉我 不要做这个生意 另一方面 有一个二十六岁就退休的人 向我伸出了手 给了我指导 而不是意见 谢天谢地 我接受了指导 而不是建议 你们也有着同样的选择 有一个说法说 没有人能偷走你的梦想 是你主动放弃而已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选择权在你手里 我们选择了不放弃 我们选择去发展它 我们的梦想 一天一天 一个星期一个星期 一个月接着一个月的成长 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想着 要在这个生意里赚很多很多的钱 想着取得财务自由退休等等 我只是想着 每个月能多挣四五百块钱就不错了 但是就算要做到这一点 你也得学会去打赢每一天的战斗 领导力大师约翰迈克斯维尔说过 成功隐藏于你每天的日程表当中 在这个生意里 成功隐藏于成功八步当中 成功隐藏于你每天的日程表当中 在过去四年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生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从2003年5月开始做这个生意 现在回头看这四年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段时间 如果你的生意没有成长 也许是因为你没有讲足够多的计划 如果你的生意没有成长 你需要和更多正确的人交谈 也许你需要一个不同的态度 或者更多的激情 或者更强的信念 做到这些 你的生意就会成长 如果你厌倦了和那些年纪比较大的人交谈 他们总是提不起热情的话 也许你应该去和年轻人交谈 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这个生意 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 他们会告诉你无数个理由 有些是真的理由 有些是借口 我不会一刀切 也不会先入为主 我们要看投资回报 如果你要走出去发展生意 你就得克服恐惧 勇气 并不等于没有恐惧 而是感受到了恐惧 而依然采取行动 如果你们从事过任何体育运动 你们就知道 当你在比赛被打倒的时候 你必须鼓起勇气继续战斗 你需要伸展自己 鼓起勇气去工作 然后你才能取得成功 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快速成长 取得成功的时候 我们说他们运气好 肯定找到了几个正确人选 我太可怜了 怎么就是找不到 如果你们这样想这样说的话 你们对自己不公平 你们没有看到背后发生的事情 当你在看电视的时候 他们在辛勤工作 你们没有看到 他们没日没夜的出去讲计划 做最基本的事情 这些你们都没有看到 他们之所以今天得到保奖 是因为他们开车150公里 去服务他人 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 接着一个晚上 没有人知道 除了他们的领导人之外 而并不是为了拿到别人的夸奖 而去做的 如果你想要发展这个生意 你就得学会为自己而发展 而不是为了别人 当然 我也想要我的领导人尊重我 但是鬼根结底 如果我的领导人明天放弃了 我还会继续建立 就是这样 你才知道 这是不是你的生意 在这个生意里 分辨谁是正确人选的 关键之一是 谁能持续不断的专注于他的梦想 并且愿意去做那些最单调 最乏味的工作 直到你成功为止 不管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直到你成功 你得明白 你生来就是要成功的 你要明明白白的相信 你是能成功的 我知道你们会成功的 我为什么会知道呢 我看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我知道你们可以成功 成为翡翠 成为钻石 我是知道的 我为什么知道呢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 但是 这需要你付出一些努力 在取得成功的过程中 你们会经历许许多多的障碍和挫折 但是 所有的障碍和挫折 都是为了证明你值得成功 有人把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当成是一堵墙 阻挡你们取得成功 这种看法是绝对错误的 当你看到一堵墙 如果你继续全速向前奔跑 你撞破那堵墙的 那些东西就像玻璃那样被你撞破 只要你全速向前奔跑的话 它们是不会阻止你去到目的地的障碍 而是让你证明你是什么材料做成的机会 这两种看法是大不一样的 你们需要明白 你们天生就有能力做好这个生意 这一切都是一个过程 随着时间的过去 你们只要付出努力都能够做到 你们现在就已经具备了做好这个生意的能力 你们不用成为别人 不需要增加新的品质 你们需要做的 就是丢掉那些你整天悲来悲去的 对于自己的包袱 好好搞清楚 你到底是谁 你们需要成为上天创造的样子的真实影像 在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不好的事情 不要把它们当成包袱 背着它们走来走去 你必须丢掉这种思想包袱 你会发现 前排的钻石 翡翠领导人 他们只是做了一些 你还没有做到的事情而立以 就好像你看见老虎伍兹和迈克尔乔丹 赢球赢得非常轻松 但是你没有看见的是 半夜的时候 老虎伍兹在练习场里 淋着雨 一个球接着一个球 接着一个球的挥干练习 这些你都没有看见 你也没有看见 迈克尔乔丹 晚上的时候 在篮球场上 一个球接着一个球 接着一个球的练习投篮 归根结底 要赢得最终的胜利 就得经历一个过程 过程很重要 你们也得经历一个过程 就好像铸剑一样 只有经历了烈火 高温 铸造出来的剑 才会锋利 你们也得经历一些烈火 我真心相信 如果你们真心相信这个生意 对你们有多好的话 你们一定会愿意付出 任何代价来做成它的 如果你真心相信你可以成功 你现在会兴奋的多 又激情的多 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亲自认识你们 知道你的生意如何 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 才这样说 我这样说 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 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知道在这一路上 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身体 心理和思想的战斗 才做成这个生意 现在我们每一天仍然全力以赴 走在队伍的前面 要做到翡翠 要做到钻石 就得这样做 你每一天都得全力以赴 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看过一本书 叫做烈火战车 这本书也被搬上了电影 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利德尔 他战胜了很大的困难 获得了奥运会常跑冠军 记者问他 为什么你总是这么拼命的奔跑 这个说话是多么适用于我们这个生意啊 他的回答非常简单 我非常喜欢这个回答 他说 因为上帝让我跑得快 当我奔跑的时候 我能感受到他的欣慰 让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愿意在这个生意里奔跑 你们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要在你的追求中寻找激情 而不是看着激情与你擦身而过 我们挑战你们和我们一起 和这个组织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团结起来 一起奔跑 感谢各位聆听我们 希望不久能够再次和大家见面